這是落地生根 可以看到它的葉子 有沒有發現 其實不用落地 葉子缺顆就已經開始長出小芽就生根了 但是主要跟大家講的是花 很少看到落地生根開花 所以看到這個很高興 不過學校裡面這個幾乎每年都會開 那有一些落地生根的品種不一樣 你看像這個一朵一朵香花 那有的品種的話呢 我覺得我也看過那種一球一球的 而不像這樣花 是一朵一朵的 那也因為它的花長這樣 所以有人說它也叫做吊鐘花或燈籠花 不過我想因為落地生根太有名了 所以我們大部分還是說它落地生根 這是落地生根的花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哪裡 來我放大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見 它不是落地生根 不是在葉子的缺殼處會長出小芽來嗎 結果仔細看 怎麼花從上面也都有啊 有沒有看見 你看到這個花的顏色 上面綠綠的 這個不是它的什麼花拖啊 不是它的一些花的構造 而是就看起來這邊更明顯 有沒有 看到它的那個芽已經長得很大了 而的芽長出來的 葉子上面的缺殼也都還有 我不知道是它裡面 開花結果的種子萌發 還是它的什麼構造 然後就這樣子無性生指出來 這可能要再分析一下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看起來很怪就是了 這一株落地生根又更特別了 花不應該是粉粉紫紫的嗎 它的花怎麼會是這樣白白黃黃的呢 但是你仔細看會覺得它看起來好像葉片 所以這到底跟之前的 它是葉片在這邊無性生殖 還是說它的種子 然後這直接就萌發了呢 這個落地生根真的有很多我們不懂的地方 真的有點麻煩 你真麻煩 我看它 你真麻煩 你真麻煩